我想問李牧師,既然我們知道專業的輔導員不可以做conversion therapy 那會不會現在的責任應該多在性工人員身上 他們應該擔當一個多點的責任在這個範疇裏面做多點工作 因為他們變成有法律的保障 有宗教自由的保障 用這樣的perspective會不會幫助到人 因為專業人士做不到的了 那現在誰會有這個責任呢? 是不是牧姐呢?我想問律師和牧姐怎樣看這件事 我個人覺得他進入教會的群體裡 我們有很多空間可以從教育的角度 或者從聖經教導的角度去幫助他 而那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在很多傳道人、牧姐 他所接受的傳統潘醫生、牧師都跟我一樣 在神樂教育做了很多 他們對這方面的認識或者訓練是很不足夠的 變成可能在他們的倫理議題當中看一看 或者是在輔導裡面看一看 但是他們沒有訓練能夠幫助他們能夠做到這件事 所以我自己覺得潘醫生說的話 我是完全認同的責任是很多 因為我們在公共場所裡 當我們踏出教會 其實我們已經受了他們另外的保障 就是法律的限制 其實根本就是我們要依照法律所定的 但是剛才我說的 在教會裡面 我們是有中學自由去做這件事 是需要做得多一點 不是加強的 好像我們又要防疫又要感冒 但是根本就是我們有健康的身體 鍛鍊好 所以自然可以抗疫這些 不論什麼疫情也好 什麼變種也好 所以在那個教導上面 不論在教會裡面也好 或者是你們家庭座也好 或者是私下談到也好 如果在那方面強化了 這些問題也是隨著其他問題一起去解決 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教會裡面 他講到最熱的時候 關於把同性分解合法的時候 在教會裡我講到 一個題目就是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跟所有同性一起去認罪 因為認罪不是認任何這些性方面的罪 而是我們自己的罪 這些罪並不讓聖方面的罪乾淨 其實大家都是罪人 無論聖或者聖以外的罪 都是如此污衛 都是受聖經的咒作 所以我們不是一個超然的身份 而是同樣服在聖經教導之下 當然很可惜很多時候 有些人的乖巧 已經預定了想這樣 於是你可以解釋 解釋到適合自己的心水 所以我們也 就是求主真是去到我們的心裡 去解釋這個結 以至到一個謙卑的心靈聽 我始終相信福音大能 一定會改變人的心 回到我們保障自己 其實宗教自由的事情 其實都可以在任何其他設定裡發生 例如我跟人私下談 有些客人是問到我關於信仰的問題 也有些主動想在某一方面 知多一些或者跟我討論 其實肯定不是在教育裡面 但是我們是很明顯地說的聖經 仍然是受到這個Surfing of Region 就是宗教自由的選擇 分別只是怎樣去強化了那個本 以至到那個結出來的果子緩和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說 有一個人他是同性戀 我們絕對不可以阻礙他 那邊的發展 但是我們可以去 可以說開他的眼界看 比如說一個男的 女性有什麼吸引 有什麼是男女互相的配搭 以至到這件事都可以成一樣吸引 異性 異性 異性裡面仍然有它吸引 好了 有一件事是有共通的 現在仍然是一夫一妻 所以仍然有一個 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一生一世 但是那個做法就不是去壓低他在同性 或者其他一妻一男一女以外那些 而是去強調另一件事的吸引力 我聽了三位 剛才說過幾個都比較強調 譬如我們聖經的大人 神的教導 神的旨意 如果可以 預早在帝影子媒 都教他心中建立 或者用這樣去鼓勵對方 或者開拒他眼 這樣就會成為正面的積極效果 但我心裏面的問題都很重要 因為我也聽過有些不同的帝影子媒 她很誠實地分享 她是一個很誠實的基督徒 她也跟聖經的那個 就是聖經倫理的觀念 她都會覺得同性戀是不好 或者她不覺得她應該有一個聖別的轉換 她亦都是掙扎過很久 而發覺她是改變的 她寧願去 變成他 她的身材會更加大 甚至她會覺得 如果是這樣 我寧願選擇去讀身 我都不想 譬如違反聖經的一種教導的生物方式 那個是 譬如以李牧師 在教育的角度去看 你的經驗裡面 看到這樣的情況 是否多 在這個情況下 幾次你會去循環去幫助她 或者其實 屬靈上 你可以怎樣去支持 這類電影節目 你同不同意用這樣的接觸 去支持 幫助她的 她自己的性取向 或者性別的問題 這些講到 性取向和性別的認同 其實在 這個 這個 DSM4 未到達到5 的時候 其實當時仍然是覺得 是一種現象 是會有的 所以 之前用的 就是 所謂 gender identity confusion 或者是 一樣性的 同性的 這些取向的問題 就是 在 還沒有改變到 DSM5 之前 還沒有當作是一種病 現在 是當作不是一種病 之前 是覺得 所謂deviant behavior 和所謂的 norm是有分別的 我想說什麼呢? 說回大英姊妹 其實我都預見很多她是有掙扎的 剛才我不說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認為她的成長過程等等 對她的影響最大 但我們這些人通常都不像我們所想像的 她很想有濫交和同性的行為 其實她有時是挺認真的基督徒 你會發現她的信仰根基也在 不過她也承認她自己是有SSA和同性的吸引 她也對異性是有厭惡的 這類其實也有的 我自己通常要和她 作為一個聆聽者 明白她有這樣的掙扎 但是我們有這類的掙扎 就不等於我們要演出 譬如說我 反過來說 我是很喜歡容易性 有親密性關係的 我都不可以在法律之外 能夠去侵犯別人 不可以去濫交 不可以這樣 這個也是在法律裡面 或者在婚愛情 或者在什麼 我不可以說 我有這樣的傾向 我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是嗎? 整個犯罪學 在法律的角度 它一定會有一種的規定 或者 所謂哪些性 是Crime 一定有一定的定義 和框框的 我自己覺得 在我們教會的情況裡面 真的好像我剛才所說 就是要去學習如何去 love the sinner 但是呢 就要 deal with the sin 就是我們仍然要接納他 仍然要盡量 我們不是批准 不是說認同他的行為 但是呢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其他類別的性 或者是罪行 其實都是可以去控制的 就是我不可以說 我有這麼大的經驗 所以我就隨便可以去做一些犯犯的事 或者侵犯別人的事 這一點上面 就要補充一下 林匹特女嘉賓 就是對於頂子民的掙扎 或者我們的立場幫助 我想最重要就是了解他 明白了解他的處境 然後work with他 和他同行 鼓勵他 剛才李牧師說到 就是分清楚他的思想 他的吸引 他的行動 我們就要幫助他 不會有這個lifestyle 有這個行動 然後慢慢慢慢 改變他的思想 等他有不同的思想的時候 他就會慢慢慢慢減少這些 不健康的觀念 去騷擾他 認同他 明白他 我想是最重要的 能夠聆聽他 我都很認同這個整體 來看一個人 雖然可能他最upfend的問題 是這方面的掙扎 但是我們看深一點 可能他裡面還有其他的東西 或者是存在了已經很久 以致到這個只不過是其中一種表達出來 但是耶穌也是看見一個人 他被困了 來到他 最重要是醫治他的腳 但是耶穌又不是這樣看 最重要是射他的嘴 所以我們學習這個洞察力 就是盡量從他整體去健康的發展 我們深信 人始終是有一個空間 的空間只是創造他的上帝才可甜蜜 我們相信聖經是一個兩刃的利劍 又相信福音的大辣 以致到這個健康靈裡面的根基 就會自自然有這些健康的表現 重點有時是 泰國著重是一件事 反而是會看漏了別的 正如我剛才說到 我們看那個人權 只是說人權人權 但是沒有想到他的人權 人家的人權 即是我有權享安 但會否享安除別人呢 又看法律 又是猛看下面的 我有什麼可以爭取 又沒有想到上帝的主權 其實我們再做一步 最初加拿大立國 其實是基督教很聖經化的 1867年的時候 肯定我不在這裏 那個老道也不在這裏 那時候立國其實 一開始甚至定 是叫做 The Domain of Canada 即是說 我們整個國家 就這樣叫做 叫做 Domain of Canada 其實那個也是源於聖經的 慢慢大家都忘記了 我還叫做Canada 其實最初在New Brunswick Premier 就是 Leonatieri 是 他 這裏 聖經的詩篇 在詩篇 差異篇第八節 那裏 英文就說 May he have dominion from sea to sea and from the river to the end of the earth 這個from sea to sea 的dominion 就是 Dominion of Canada 的開始 有什麼東西更加好 形容 加拿大 from sea to sea 由上帝做主權 中文聖經更加說 他要執掌這個權兵 從這海直到那海 從大河直到地極 聖經第一些地方 譬如薩吉利亞書第九章 詩篇113等等 都有講類似 上帝的主權 很可惜之後有些扭壞 如果我們回到最原先 立國的時候 那個法律 那個憲章 其實是很紀錄化的 所以我們都 從整體國家大體來看 從人 整個人來看 其實我相信 這個只是 冰生一國其中一種的罪 而不是唯一的罪 就算是相性戀 就算是傳統上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 都可以犯罪 現在法律都改善了 就算夫婦都可以強姦罪 不是說老公一定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所以其實 就算在這個表面上 完全合傳統觀念 都可以犯法 所以我們 都 繼續學習 尤其是在整個大體上學習 而 這次我們討論的是其中一個環節 所以就趁你律師說到這一點 我就想 其實有相關 最最後一條的題目 就是想大家都討論一下 我們 即加拿大立國 已經都調教了精神 聖經 和神違的基礎 但是我們 我們現在活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裏面 而整體裏面 就是一個 就是世俗化的社會裏面 很多時候都跟我們的一些看法有相助 我們社會都很重視和諧、共融 和諧、共融、共融、和諧、和諧的社會裏面 如果你想跳出一點點去看 從三米不同的角度去看 即作為華人教會 即我們如何是一個多元化 重視共融和諧的社會裏面 如何去把持自己的道德立場 特別是性道德立場 而是不會造成一種 既可以和這個社會有一種融合 但又不會喪失了自己的一種的味道和立場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 那不如請潘醫生先 這個很難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我想回這些法律的形成 都是因為這個少數的minority的原因 但是那個silent majority 那個大部分就是沒有聲音出的 那會不會回答你的問題就是 這些silent majority 多些有機會講一下他們的觀點 好像剛才說到 例如在法律上我們 在加拿大立法的時候 都是有一個宗教的信念 或者真的有宗教信念的人 可以講一下從他們的宗教信念 如何去看 可能多些的講 那那個majority的view就會浮現出來 現在我們聽到的只是 那些minority的view就是overwhelmed了 就沒有了這個靜默大多數的人的意見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這些silent majority 多些出聲多些說 可能會有幫助 那李牧師呢 我自己覺得 我們如果一路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將它成為一個更大的問題 為什麼呢 意思呢 我們將它成為一個 我們要爭取的 所謂的一個倫理的議題 但是呢 我覺得整體 我想更重要的就是 我們基督教信仰 應該成為一種生命的價值觀 是一種吸引別人的價值觀 即是現在我們 即是變成我們 基督徒反對這件事 反對那件事 那我覺得呢 這個事實上 不應該是我們信仰上面的重點 反而我就覺得 即我們怎樣 將我們教信仰 即是生活化 我們的價值觀 能夠成為一個很吸引別人來的 其中包括這些 對性的一些的認同 那我覺得 反而那個重點是在那裡 現在我們教會 為什麼會這樣來去倒退呢 我就覺得 反而這一點是最重要 不是在倫理道德 很多人 就算在教會裡面聚會的人 他都對這些議題 他都不太明白 所以我覺得要這樣 剛才說 silent majority 沒有聲音出 其實沒有說話 就不是沒有聲音出 即是我們很多時候 其實很難找到三個人出來 講這些東西 那不應該只有三個人 才能夠講到這個議題 其實一般信徒都有最基本倫理道德 聖經的教導 在信藥上打好根基 這個根基不是一種律法主義 不是一種道德老的一種生活 而是一種很燦爛活潑的生活 是 諾實 行動上面 貼地能夠做的 剛才兩位嘉賓所講到的 silent majority 其實現在可以做很多事情 首先為什麼是這個法律 就是因為那些MP通過 很急 很快地來通過 那些是我們選的人 他們應該聽我們的話 所以其實我們無論以教會 基督教團體 甚至無論一些其他團體的角色 仍然可以和自己區內的 代表我們國會議員來談 那個談 我建議的方法 無論什麼議題都好 最有效的就是面對面 現在如果面對面有困難的 戴口罩也好 或者視像也好 一定要見到一個人 你發電郵發信他可以不理你 最好有兩三個代表一個機構 一班機構 就約那個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很忙嗎 找他的代表 面對面談 就將這些我們所講的事情 提出 然後用書面 document 了他 他就佔底了 即是說 我選區的人 不是這樣看的 對這個法律有異議的 好了 有朝一日 有法律上的挑戰 到那時候 我相信最大機會會發生的 就是 最大機會會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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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最大機會會發生的 就是 因為一個不清楚 太廣泛的法律 都是違法的 他會發生的 就會發生的 給國會 限他半年 九個月 一年 重新再提出 試過好幾次 是這樣的做法 如果我們一打底 到時我們國會議員 就可以和我們發生 最大的 在這個基礎上面 是更加清晰 更加平等 更加合乎聖經 這些就是我們現在可以做的事情 當然 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用祈禱託主,因為我們做幾多事都好,上對不動功都是討厭 我有一點想補充一點,第一,我們為什麼看到現實是一個所謂Vocal minority 一個肯出聲的一種小眾,是左右了整個議題 反而,剛才說的Silent majority,是沒有聲音,沒有影響 其實我覺得,除了這個議題之外 基督徒如何關心社會參與,甚至參與政治 能夠影響整個社會,好像英國的William Wilberforce 可以影響社會很多基督徒,在政治的層面, policymaking 的層面 能夠有參與 我們應該是很強的勢力,因為我們是一個majority 為什麼我們要慢慢用這個minority 去 dictate 我們的趨勢呢 這一次,這個bill的passage 其實就是因為那個原本一直是反對那個保守黨 即是呢,都一面倒去支持這個bill,才能通過到的 因為這是一個大的改變 所以,要各黨派都支持這個 問題是,為什麼會這麼快就通過了呢 而那些議員就好像每個人都同意 這個呢,值得我們再次去反思 特別就是基督徒在我們的國家、社會的參與和影響力 我很同意參與這件事 再說一句 就是,當然我們也有一個黨 我們會投票給他,我們會贊成大體上等等等等 或者是the better of the two evils 但是呢,其實真真正正更全面參與 其實可以是做每一個主要政黨的黨員 沒有法律不讓你這樣做的 即是說,無論自由黨、保守黨、新聞主黨 都可以同時做議員 裏面的黨員 反正你自己的區埋必定是你想上台的 但就算是不想上台的黨 如果你在裏面都有一個聲音的 都仍然會有影響力 所以我很同意這個參與 而這個參與就不是限於我們想投票的黨 其實每個黨都可以 有這樣的機會讓我們參與 在裏面影響出來 這才是直接影響到法律的形成 這個很有趣,大家都給了一些 很有趣,我們作為肌肉堂 可以參與在公共社會裏面的一些方法 今晚我們都講了很久了 不如我們都差不多時間 或者我們做一些總結 然後請三位嘉賓可以看看補充 今晚我們討論了什麼叫做轉發療法 我們提過雖然這個療法 或者這個對於療法的刑事法 雖然是基於一些LGBT的觀念 或者是道德觀念 但這個療法本身始終都是一種 不是正統的療法 也不是一個可以知道有效的療法 是一個比較fringe的一種治療方式 而現在已經法律者通過了 所以專業的輔導員 其實都是不應該去醫生事發 而第二方面,如果講到在牧羊的層面 幫助領子媒的層面方面 這個法律對於我們的限制 就要好看設定和過程 如果是比較專業的過程 或者在治療療程中發生的事情 而你嘗試想去改變一個人的性傾向等等 就越是容易去觸犯了個紅線 相反是比較在宗教信仰 或者個人表達 或者個人溝通 個人幫助的時候 相對地就是比較安全 也應該會受到加拿大的法律的 即我們宗教自由法律的保障 雖然很多事情都不是很清晰 可能要等日後在法庭裏審理 或者在國會裏重新去處理這個法案 才會知道 但似乎大家也不需要很害怕或者很擔心 法律同時都保障我們宗教的自由 而我們首先提到關於個人的關懷 在教會裏的那種 其實首先都是應該在教導先行的 即將我們所相信的正面的內容 及能力判輸 而對人和頂尖的關心 其實都應該是全面性的 即不單獨在一個個人或性的議題上 而無論怎樣都好 或者什麼情況都好 同行、聆聽都應該是很主要的部分 而最後也提到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 或者教會 在公共社會的問題上 當同初年社會好像有一些衝突 有不同的 我們怎樣去參與呢 我們也提到 其實參與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其實需要有一把聲音 而這個聲音可能可以對於你的MP 或者你的國會議員 都可以有一個正面的反應 而普遍來說 我們能夠給予這個世界的 當然不只是一個正議題的討論和爭論 而是一個完整和豐富的福音 今晚我其中一部份可以聽到或者學到的東西 我知道還有很多的 亦都可以繼續討論 三位講者 還有什麼可以跟我們有些心惠和實際的補充 不如潘醫生先 你說得非常好 你已經總括了很多的重點 多謝你 謝謝潘醫生 那李律師 剛才提到很多關於參與的方面 除了教會、社會等等之外 其實現在這個禮是聯邦的 是刑事法 但不要忘記我們還有省、市、民主 那裏都有他們的規定 所以我們參與更全 亦都可以不要遺漏了這些參與 再者 剛才兩位嘉賓都提到正面來幫助那些人 而不是說不要做什麼 不要做什麼 是的 其實如果我們只是表現出我們的關心 和祈禱 還有一個例子 一個榜樣 一個傳統婚姻之下 一個幸福的家庭 這樣活出來的話 上帝會做他大能 透過上帝的恩典 一樣可以改變 不一定是我們要集戒 我們要沒有犯法的風險去做 那便完成了 謝謝老師 李牧師 其實我也很認同 Daniel剛才所說的 我自己回到最後 我都要強調 這個議題當然是重要的 我們應該要少得怎樣處理 但其實這個問題 就是在一個教會的 本身的生命見證 那裡失去了 所以我們這些議題出來的時候 我們都觸手無策 我們不知道要怎樣做 但其實根本的問題 就是教會沒有了那個見證 沒有了那個社會的關懷參與 就是變成我們教會的立場 變成一種道德論 就是那個主義 變成道德主義 就不會有人去接受 通常有些人未必是同意 他自己都是異性的 婚姻等等 但是他就不會去支持 反而在一個多元社會當中 我們就變成整個趨勢 就是覺得我們要接納所有的立場 而那些才是正常 所以這個是我們基督信仰 我覺得要深深去檢討 就不只是這個議題 多謝 我們要再多謝三位 今天跟我們有很豐富的分享 多謝貴醫生 多謝理律師 多謝理牧師 以及多謝理牧師 而以上的討論 也不代表加國華人教會 或者是華福的一些意見和立場 最後也想跟大家呼籲和介紹一下 大家看看我們的畫面 有我們的網址 有加國華人教會的網站的地址 有很多不同的視頻 有很多不同的討論 也希望大家觀看和支持我們 在此再多謝三位 也多謝各位理性姐妹的收看 願神祝福大家 多謝